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篇文章 就是帮说出声的博客施智山 他的标题就是 欢迎英国帮香港庇护暴徒 英国报章报道 首相约翰逊 在一个会议上向语会者透露 他的政府正在草拟一个计划 就是如果中国进一步向香港施压 英国将向港人提供庇护 但英国准备提供的 究竟是黑衣暴徒政治庇护 31万5千个BNO持有人 和他们家属的居英权 还是700多万个港人都可以享有居英权 报道却是语言不长 不管这则新闻是真是假 但打直看打横看 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尤其对于哪些觉得 香港是乱世的黄尸 或革命受打压的港独暴徒来说 英国若真的肯提供庇护 简直就是天降横财一样 他们肯定开心过中六合彩头奖 可以逃离香港者的乱世地狱 直奔民主自由人权胜地 一人一票 不就是黄尸黑暴一直梦寐以求的吗 辛苦暴动之后 可以得到居英权奖赏 怎能不痛哭流涕呢 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都拍烂手掌 举脚赞成 原因是香港终于有一个清雨血的机会 难得英国肯帮香港藏污纳旧 庇护暴徒 这份高尚情操 希望若翰逊真的可以做得到 不要口爽荷包干 到时又食言 英国提供居英权 那些反对立法会保护中国国家安全的人 欢迎他们早走早着 早日离开香港去英国 不要中日留在香港 屈屈不得止 免得影响自己健康 同时不断为社会输出负能量 英国提供庇护对香港的揽炒暴徒 是天降的福音 对守法的香港人也绝对是好消息 伦敦愿意出钱养香港的暴徒 香港的监狱可以省掉一大笔 好事一桩 觉得香港是乱世的人 因为做暴徒得庇护 或因为BNO得居英权 如今都有了归宿地 可以移居英国命正言顺 做英女王的顺民 好过做中国特区的刁民 不当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离开香港 就像乌云飞走了 留下来 继续在香港生活的人 就像守得云开见月明 无需中日再见 那么多戾籍米字旗 星条旗眼冤 暴徒若获英国政治庇护的话 香港可以更早回复平静 他们可以把汽油弹 带到英国街头 好好练习 去到之后可以继续弄炸弹 提高英国社会的革命能力 和暴力水准 不管是移民或寻求庇护 有班人离开香港 去追寻外国的月亮特别圆 对仍然留守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事件好事 不喜欢香港的离开 不想做中国的人滚开 他们一走 职位多了 机会留给愿意留守香港的人 就像97前的移民潮 天并没有塔下来 香港在97后 反而发展得更好 移民的人 又赶着回来分享回归祖国的红利 但长远来说 已离开香港移民他国的人 今后 回港后的福利和工作应该研究减少 因为 机会应该留给真正愿意在香港生活和打拼的港人 而非持有外国护照的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有机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好的文章